大家好,今天我原本打算去街市買幾隻大蝦,買幾隻鹹蛋,做黃金蝦球給我吃 不過走到半路就發現不好了,今時今日這麼多人在街上,每個人都戴著口罩想想想,還是回家好過了 就是這樣,什麼都沒賣到,又要向我這個餵食女交差,因為我答應了要煮好東西給她吃 那我寧姬一觸,不如煎菜脯蛋吧,不過想想,菜脯蛋好像比較簡單,那怎麼辦呢? 我記得我煮蘿蔔糕、芋頭糕的時候,還有些臘腸,我寧姬一觸,把臘腸先蒸,然後切粒 然後連上那些馬蹄也切細粒,然後就撈在蛋漿裡,就沾一個特色的菜脯蛋 好不好吃啊?我可以告訴你,在我的構思裡面,就一定很好吃的 還有,要順帶提一提大家,那些菜脯,臘腸和馬蹄一定要切細粒 因為如果呢,臘腸不蒸過,就像我們做糕一樣,就這樣切粒,然後才炒 就一定很硬的,所以臘腸一定要先蒸,然後切細粒 而菜脯這些切細粒呢,就是,當我們煎熟了蛋之後呢,吃的時候呢,就方便我們吃 就不需要咬得那麼辛苦,要不然呢,假牙都咬到脫,你說是不是呢?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不如我們現在去片看看怎樣做 材料呢,就是有一些馬蹄粒,另外就拿著一條臘腸,就把它切細細粒 另外還有菜脯,都是一樣切細粒的 另外還有呢,就是有四隻雞蛋,已經是發了雞蛋了 那現在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呢,就是要把菜脯粒用白鑊去辣香它 那現在呢,就先把鑊燒熟,先不要下油,我們叫白鑊 就把菜脯粒呢,就倒下去,就去爆香一下它 就用一個我們叫白鑊,炒香它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樣做呢,就是能夠令到那個菜脯呢 是更加香的,釋出它的香味,所以就不需要下油了 就這樣用白鑊,炒香一下它 好了,在白鑊裡大概呢,兩三分鐘之後呢 你會見到呢,那些菜脯粒已經是乾了 還有呢,會散發一種很香的菜脯味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了,那就將它剷回一個碟子 那現在你會見到呢,菜脯還在出煙的 那所以呢,我們呢,要先要攤動它 跟著呢,就將它們呢,這幾樣東西呢 就全部倒進去蛋漿那裡 好了,跟著呢,我也都呢,起了個鍋 下了少許油,就將一些紅蔥頭粒呢 切了粒的紅蔥頭粒,就在鍋裡呢,就爆香一下 那爆香了之後呢,我都會放在碟裡 那攀動了之後呢,就會拌在蛋漿裡一起煮的 那這樣出來的效果呢,就會香很多 現在呢,就將呢,那些馬蹄粒啦 臘腸粒啦,菜脯粒啦 還有,剛才說的紅蔥粒呢 全部倒進去蛋漿裡 那繼續煮到代表來的辣椒 好,那就拌勻它 那拌勻之後呢,那我們呢,就要起鍋啦 好,那這樣拌勻它 我們就把蛋漿放進去 記得煎餅不要開到那麼大 是中火就可以了 慢慢煎一下 差不多是金黃色 煎蛋不要急 現在差不多可以煎蛋 是不是很漂亮呢 金黃色 把另一邊煎到金黃色就可以了 標示好 蜆 box 欲 gri 封操 大約平和花 offered 金香味已經有少許金黃色,稍微煎 差不多了,再調小火,讓魚溫令蛋中間熟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可以關火了 一味很好的菜脯,臘腸,馬蹄,煎蛋 這次的影片比較特別,有一個食後報告 今晚我們吃完飯後,女兒大讚菜脯蛋很有特色 而且煮得很好吃,所以大家不妨試一下 用我這個方法,將菜脯,臘腸,馬蹄全部切細粒 然後煎出來是特別好吃的,大家不妨試一下